清明連續假期,最後一日,上午九點,高鐵新租站細線,出現度差異常,列車一度嚴悟 至於國度部分,高公公預估全日車流應該是四日連假最少的一日 下午之後會有不返車潮,平頸路段車多的狀況,大約會到晚上十點 清明連續假期,最後一日,上午各國度有短程數目車潮 國度5號在上午九點之後,車流漸增 不過時速還能維持在五十公里左右 高公公預估下午開始不返車潮湧現,平頸路段會有車多湧濕的狀況 高公公公分析,因為大部分民眾已經提前不返,收假日 國度全日車流會是四日連續假最少的一日 而在東部蘇花公路的部分,亦都有不少民眾開車不返 路況大致良好,不過收假日 高鐵上午九點四分,在新租車站細線 就出現度差訊號異常的意外 高鐵緊急派員搶收之後,在九點三十二分排除異常 總共有兩班列車受到影響,分別延誤兩分鐘和五分鐘 目前全線都已經恢復準點 清明節,台北市長柯文治視察數無轉車無擦線的發車情況 同時為新闢的樹葬區欠貨 他表示,台北市地責人籌要建設新的寧骨塔有難度 會持續推動樹葬、花葬等環保障 明年亦都計劃推動以米代金 清明節日早,台北市長柯文治到庫德公務主制法會 亦都為新闢的樹葬區欠貨 他表示,台北市土地取得不易 要起身的有困難 不使苦會朝推動環保障的方向努力 根據台北市民政稿統計 榮外園樹葬區從2007年啟用至今 已經使用9739月 考量使用率每年成長23.4% 殯葬處再新闢兩處樹葬區 再新增1,100個樹葬月位 對於公務規劃是否有改進空間 柯文治認為減香減金還有努力空間 柯文治強調,環保罪能凸顯台北市為進步城市 另外,庫德公務的寵物灑葬區 亦都正式啟用直行犬骨灰灑葬鑽區 要令到從國家除疫的動物可以有安息之處 海巡署3號執行烏丘海衛護永專案區域聯防 發現兩艘大陸漁船越界進入限制水位 不過因為氣象差,最後海巡人員 只是以廣播方式距離 海巡署表示,因為強力執法 烏丘海衛漁船越界的狀況已經逐漸下降 海巡人員廣播要求前方大陸漁船離開 並且在後方追趕距離 因為該艘漁船已經進入烏丘6000公尺限制水域內 3號下午2點左右 海巡署第三海巡隊在烏丘南方大約2.1里處 發現兩艘大陸漁船已經越界 原本想要強行登船檢查 但因為海象不介 加上這兩艘漁船並沒有作業的跡象 所以最後只是以廣播方式距離 第三海巡隊表示 以往烏丘海衛 經常發現有大陸漁船滯留或是越界 大部分是因為這些漁船不想多擾行通過 6000公尺限制水域而選擇直接穿越 小部分會在該海域進行漁獲暴露作業 不過在加強執法之後 越界狀況已經下降 將會持續維護台灣漁民權益 陸軍向美採購60架UH60M黑鷹直升機 之前馬政府移交15架 給內政部空勤總隊 現在國防部也決定 在明年底之前分三個梯次 移交15架給空軍救護隊 來解決現有海歐直升機 機靈老舊的安全危機 陸軍為了貸換救型UH1H通用直升機 向美採購60架UH60M黑鷹直升機 不過由於空軍救護隊的S70C海歐直升機 機靈已經超過30年 對任務安全會有安全危機 所以根據了解國防部 將分三個梯次 從今年底到明年底 將15架黑鷹直升機 移交給空軍 國防部對此低調不願回應 不過有軍事專家認為 這個將有助空軍救護隊建立 戰場救援能量 不過陸軍採購的60架黑鷹直升機 除了這次給空軍15架 之前馬政府時期 也決定移交15架給空勤總隊 解決機隊老舊的問題 現在陸軍只剩30架 有那位要求陸軍應該確認 到底需要幾架黑鷹直升機維持戰力 那位認為如果陸軍評估之後確認 剩下的30架黑鷹直升機 不夠維持戰鬥能量 軍方就應該盡快編列預算 為陸軍補足該有的戰力 陸下團不來 華語導遊沒有團可以帶 現在傳出可能集體出走到對岸 福建旅遊局允許台灣導遊 在當地培訓之後通過考試 換發當地執業執照 台灣導遊協會在去年底 就帶著150名導遊前往考試 預計在今年5月 還會再有一批台灣導遊報名 士林觀底前面 過去隨時都有大批陸客團的狀況 已經不再看到 下午3點多 只是有一團來自河北的旅客 大團導遊說陸客團不單止少 當地旅行社還低價競爭 平均一個人不到15,000台幣的團費 就可以來台灣玩8天 導遊要努力從購物店行程 賺回這些團費 不少華語導遊更加是無團可接 已經醞釀出走到中國 台灣導遊協會去年底 就帶著150位導遊到福建考照 這個是福建旅遊稿前演起事辦計畫 允許台灣導遊在當地培訓之後通過考試 就能夠換發當地執業執照 預計5月還會再有一批導遊去考試 面對陸客團重創產業 觀光局表示 經過年多來的努力 其他市場的客源都大有斬禍 觀光局坦然陸客團消費力強 過去購物創造的觀光產證 確實令到其他國家旅客 一時是難以追上 觀光局會遲做輔導業者 開發出因應不同市場的旅遊商品 高鐵票價可能要加價 依照新費用來計算 北高來回票價將會增加160元 北中也將會多出80元 由於多數民眾不希望加價 交通部就表示 目前還未收到調整的訊息 但要高鐵審慎評估 到櫃台買完高鐵票 蘇媽媽的女兒清明至連續假期之後 就準備搭高鐵從台北回到高雄讀書 她幾乎每個月買高鐵 北高來回票等女兒可以回台北 不過聽到高鐵票價可能要加價 她覺得長期下來 對一般家庭是一個負擔 不過也有民眾認為 為了維護營運品質 適度加價可以接受 交通部公告高鐵核定基本費內標準 從現行的每公里4.009元 調高為4.134元 依照新費率計算 高鐵從台北到左營 單程票價從1490元 加到1570元 調帳80元 台北台南多出150元 台中台北就是多80元 高鐵就表示是否加價 會依合約機制並且考量營業成本 市場競爭力還有旅客需求 經董事會評估之後再做調整的決定 一來一休上路 是否也衝擊到教育事業呢? 包括雙北市和台南市 已經有部分私立幼兒院 以一來一休導致人士成本增加為由 打算在8月份 調帳新學年的學習費 不過漲價案的申請 都還是需要經過各地方政府審議 一來一休實施之後 衝擊各行各業 連教育事業也受影響 在台北市和新北市 已經有不少私立幼兒院 以人士成本增加為由 陸續向教育局提出 8月份要調掌學習費的申請案 聽到這個消息 令到很多家長很擔憂 不單止上北 全教總工會也都發現 台南市已經有五六十間私立幼兒院 向市府提出漲價案 調帳幅度將近一成 不過全教總工會就質疑 有幼教老師投訴 一來一休之後 甚至根本沒有增加多少 擔心幼兒院是假借 一來一休的議題 曾經加價 面對私立幼兒院陷障 教育部表示 無論是公幼還是私幼 都是地方政府權責 地方政府也大多 會定定調帳的限度 業者的帳價案 各地方教育局 還會經過審議委員會審查罷關 為了幫助弱勢 以及中低收入戶脫貧 行政院將會在上半年開辦 為經濟弱勢孩童設立個人帳戶 家長每年最高傳入15000元 政府也傳入銅額的存款 到18歲之前 為他們傳下升學或者就業基金 希望幫助擺脫貧窮世襲的困境 行政院去年底通過 兒童與少年未來教育及發展帳戶 希望趕在今年上半年開辦 幫助經濟弱勢孩童脫貧 這個個人帳戶 鼓勵家長每年最高傳入15000元 政府也將提撥同額款項 到18歲前幫他們傳下升學或者就業基金 社福團體認為這個政策立意很好 因為弱勢家庭除了被動接受輔助之外 也能透過積極存款方式儲蓄孩子的未來 弱勢家庭家長也認為透過這個帳戶的存款 就能幫孩子規劃中長期的人生計劃 比較能擺脫貧窮世襲的困境 未來政策在上路之後 只要1805年元旦出生 據有中低收入戶支架或者是經過評估 需要長期安置的孩童都可以申請參加 這筆存款不繼入 家庭財產也都不能夠作為強制執行 或者是擔保等的私人使用 清明連續假期 很多家長帶著小朋友出遊 不過台灣的小朋友是否真的快樂呢? 有社福團體調查發現 台灣學童的主觀生活滿意度 平均是78.8分 比起去年84.9分退步了 主要原因是家庭缺乏親子相處時間 清明連假天氣好 台北市兒童新樂園湧入很多人潮 每項遊樂設施都排了長長的印籠 共享親子歡樂時光 大小朋友到底開不開心? 又比平時的生活打幾分 隨機抽問學童獲得的生活滿意度都不算低分 但有社福團體調查發現 台灣學童的主觀生活滿意度是78.8分 而且有將近兩成打了不合格的分數 調查中有將近四成學童 一個星期和父母共進晚餐不到三次 而願意和父母分享煩惱的比例不到七成 再看到學校生活只有一成多的學童 非常喜歡上學 有四成認為放學之後 很少有人能夠指導作業 還有一成覺得很孤單 社福團體表示 學童最重要的生活圈就是家庭和學校 只要家長願意多花時間陪伴 聆聽孩子的想法 自然就能令孩子感受到幸福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 異同發展遲緩的發生率大約是6%到8% 台灣每年平均大約是有15000名的嬰兒 可能有這一類的問題 醫生提醒 三歲之前是黃金治療期 早期發現、早期治療 才能夠令到幼童達到生長和發展上面 應有的水準 孩子成長過程、身體各項功能 隨著腦部發展和年齡增加 但是有臨床醫師就發現 曾經有2歲3個月的幼童 外觀無異狀 但有肢體不協調 跑步的時候 暴態笨絕 走樓梯需要依靠別人扶 而且只能夠表達5個單字 進一步檢查才發現 是後天環境刺激不遭所導致 醫生表示 異同發展遲緩的原因 除了胎兒染色體異常、基因異常等產前因素 亦都可能是早產、缺氧黃膽過高 或者是產後環境所造成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 異同發展遲緩發生率大約是6%到8% 以台灣每年平均20到25萬 新生兒計算 平均大約有15000名嬰兒 可能有發展遲緩的問題 如果再擴大到6歲以下的學齡前 遲緩兒人數 預估上看10萬人 醫生強調 正常的孩子 一歲半的時候 懂得講5個單字 兩歲就能夠學識50個單字 講出短句表達需求 三歲的孩子已經可以講出完整的句子 醫師表示 三歲前 治療發展遲緩的成效 是三歲後的10倍 早期介入治療 才能令孩子達到生長和發展上應有的水準 三十一歲的林文翔用了7年的時間 30萬元就打成環遊世界60國的目標 當年他在當完兵之後考上郵局的工作 但因為想一元夢想 所以偽然決然出走 靠打工還有搭順風車 抄垃圾桶來找食物等等的這些不同方式 完成了這一趟的旅程 我可以帶你去Hudson Bay 如果你想跳進去 那會很棒 謝謝 出國遇到好心的警察 願意被人搭順風車 穿著拖鞋、小短褲 在露天環境內來洗澡 或者是肚餓了 都賣場垃圾堆那裏 找還可以吃的食物 31歲林文翔為了一元環遊世界的夢想 在7年前帶著10萬元經費 和後續打工賺到的20萬 展開世界之旅 這一去就是60個國家 住可以搭帳篷 想去哪裏就試試搭順風車 吃東西也能夠靠打工 找食物等等的這些方式來解決 林文翔從澳洲開始 足跡遍及越南、歐洲、南美洲 甚至是伊朗等地 當初他在當完兵之後 曾經考上郵稿工作 但為了完成夢想 所以不理家人的反對 仍然毅然決然地辭職 出國闖天下 歷經7年 大約2433天的時間 林文翔終於在今年1月 再次回到台灣 將世界各地的經歷 包含台灣的點點滴地 全部拍成小短片 和網友分享 林文翔的腳步 到現在都還未停 預計四月底 還要再前往南韓、日本等地 繼續完成環遊世界夢 今天的粵語新聞已經播報完畢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會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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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